來 來 成名一瞬間之超級同盟會 四 由松澤五歲台北人 請到台中間來 哲哥 你是開化妝舞會吧 你穿這樣也太陷重了吧 而且這頭髮也太花俏了吧 不會 我覺得這樣穿得帥 而且我這樣穿也是有音的 他今天都是我家的小貝多芬 小貝多芬 你造型是很像 但是不是造型像就叫貝多芬喔 我知道為什麼人家會叫我叫小貝多芬 為什麼 四歲 四歲就拿到第一名 人家貝多芬四歲才學鋼琴 八歲才演出耶 你四歲就拿第一名啊 是哪個老師教的 我沒有老師教耶 你才四歲 怎麼可能沒有老師教 你四歲就會自己彈鋼琴 我學鋼琴的方法很特別 我只要找好聽的音樂 跟一跟就會了 只要找好聽的音樂 跟一跟就會了 真的還假的 真的還假的 那我問你 你有沒有聽過那個垃圾車的音樂 覺得很好聽 你也跟著彈了 垃圾車 你本音 你有沒有嚇我一跳 你本音要這麼大嗎 垃圾車 有嗎 垃圾車那個 我也要找好聽音樂嗎 好痛 垃圾車不好聽 可是沒有,講過講 我不是很相信 你相信嗎 我也覺得不相信 我告訴你 無私自通 我覺得是有可能 但是四歲無私自通 我覺得不太可能 你有辦法現場表演一段嗎 我們這裡又沒有鋼琴 我的鋼琴在家裡 我們這裡沒有鋼琴 你再說一遍 我們這裡沒有鋼琴 我們這裡什麼都有好不好 超級同盟會 你要什麼有什麼 不然老師也來幫你驗收一下 看你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好不好 好啊 這裡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你都可以知道 怎麼厲害 我槍架哦 好,既然這位小貝多芬 說他只要聽到一段好聽音樂 就會彈 現在就請安安老師 現場彈一段 讓他來跟 看他有沒有辦法 安安老師彈了 他就彈出來 那我考你比較難的 大概是在YAMAHA差不多 七級八級那樣程度的 好不好 YAMAHA大概七級八級的 好不好 一個耳熟能音響的部分 七、八級的部分 掌聲鼓勵 來,換你了 來,小朋友 來 七級大概是幾歲小朋友彈 七級的話 我子女從三歲開始學嘛 他現在是差不多八歲 八歲 也要學五年的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看 人家八歲你四歲哦 對 好,你可以嗎 你可以嗎 開始 真的假的 你很像詩意的男人在彈鋼琴耶 你很像詩意的男人在彈鋼琴耶 不是那個臉好 掌聲鼓勵 可以 各位 很明顯 他臉上表達的一種感覺就是 左安安小姐 這根本不算什麼 有,這更衣跟救會的神技師 但是太厲害了 你這麼臭屁 果然不是沒有道理的 今天有人帶你來嗎 爺爺帶我來的 爺爺在哪裡 爺爺 這個小孫子啊 這麼會耍寶 這麼可愛又這麼聰明 是不是遺傳的啦 這你也說 遺傳也不可以這樣說 但沒有在微軟 還是滿棒的 微軟喔 他小姑姑的劉櫻啊 對啊 他兩個祝福啊 劉櫻 小姑姑是劉櫻 喂 劉學英國 劉... 不是那個站邊劉櫻 我啦,我沒說啦 我沒說啦 劉學英國啦 劉學英國啦 家裡有人會彈鋼琴嗎 家裡沒有 都沒有到一個位置 他端的更衣 都是他們老爸 對電影下載給他 你是有點不滿爺爺講的是不是 爺爺...剛剛... 好,沒關係,聽爺爺講話 等一下,來 然後呢 他很快 你如果那邊看得到要睡 你現在在跟他說贏文 什麼時候 說贏文喔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安安姐,你跟他講一下 對 你好,你的名字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宗德,你給他贏 劉武道 爺爺,你撈開哦 爺爺,你撈開 爺爺,我覺得你有詐騙集團的感覺 阿公 自己家的敬孫一定是最厲害的 我們相信松澤英文真的嚇嚇叫啦 不過先撇開英文不談 松澤的鋼琴功力 可絕對是無庸置疑的厲害 五歲就能夠無失自通展現著精湛的情意 假以十日一定能夠成為 名揚國際的鋼琴大師哦 你真的很強耶 夏娜哥哥 如果我只表演這個 你就覺得我很強的話 那我接下來表演內容 你最好做我心理準備哦 什麼 心理準備 剛剛還不夠強 難道你接下來 要把這台鋼琴給吞掉嗎 沒有,誇張了 那是什麼 我是要蒙著眼睛彈 蒙著眼睛彈 這個我不相信 不要不相信 在超級同胸會表演的小朋友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啦 嗆我耶 而且他嗆這個我們也不好意思回啊 沒錯 因為是實話 真的,超級同胸會小朋友都很厲害 但接下來我們的哲哥 有沒有辦法四歲無失自通 還可以蒙眼彈鋼琴 來,看一下 挑戰不可能 五歲神童驚人神技 極致自通 還可以蒙眼彈鋼琴 來,看一下 你的鼓勵 好,看不出 來,趕快問安安姐 安安姐 這一首曲子難度算高嗎 算高的 而且它是蒙 真的蒙得眼睛吧 你剛剛是不是真的看不見 看不到,看不到 看不到 那為什麼你可以彈那麼準呢 厲害嘛 好,看不到 有 可是你知道 他剛剛表演完 我也不敢說不是 真的 他那個不是只是臉的 他是有跳過來的耶 而且他可以抓得這麼準啊 真的太厲害了 他根本就是神童嘛 真的 那我們接下來聽你唱歌好不好 好 你要唱什麼歌曲 小薇 黃平原的小薇 掌聲鼓勵一下 歡迎 有一個美麗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她有雙溫柔的眼睛 她悄悄透露我的心 小薇呀 你可知道我多愛你 我要帶你 飛到肩上去 看那星星多麼美麗 再下一顆 牽手送給你 掌聲鼓勵 接下來讓評審來評分好不好 好 好 來 請往前一小步 滿分25顆星 評審請給星 蘋果姐姐幾顆星 四顆星 來 富威姐的分數是 三顆星 民雄哥你的分數是 四顆星 新妹姐的分數是 三顆星 安安老師的分數是 四顆星 恭喜你獲得十八顆星 來 往後退一步 來 富威老師先 我覺得 我覺得 澤哥呢 一定要保留像你現在這樣子 咬字很清楚 嘴巴開開 然後我就覺得 歌詞聽得很清楚 這是他非常好的優點 那唯一一件事情是 他的這個Key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再高一點 他聲音就會更亮 因為剛剛聽起來是 比較低不下去 所以下次可以試試看 好 謝謝富威姐 這麼有差異的小朋友呢 神童已經是你的名稱 希望你接下來要繼續努力 好不好 好 再給他掌聲鼓勵獲得十八顆星 恭喜松城